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刚才看到哥讲得非常好 前面几位有做这个工艺的,有做这个创新的,都是很厉害的大法是吧 然后,我这里干什么呢?我呢,其实很简单,我就是一个拍照片的 这个,我今天站在这里呢,是以一个摄影教育者,一个摄影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历 我个人的一些对于摄影的看法,讲得比较先进气,跟前面的这个,可能不太讲,要试一下 那么每个人,每个人拍照,他都会有一个初衷,是吧? 我们会看到有的人分享自己的,吃到的,好吃的,会看到这个美景,会拍照的照片 然后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朋友圈里每天都会看到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照片 那么我们可以说,每个人拍照都会有一个初衷 那么,我拿起相机拍照的初衷是什么呢? 我拿起相机拍照的初衷是什么呢? 帅! 所以看起来真的很帅,是吧? 不得不说啊,男人拿起相机的时候啊,男人拿起相机的时候,整个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 非常好看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景区里边 我在一个景区里边,然后房边有一群小姑娘她们在拍照,她们就要合影 诶,然后我这边我拿了一个单款相机,诶,然后你在房边你拿了一个手机 这几个小姑娘找人合影,肯定是找我给他们合影,是不是? 那么这样,我就有多了一个途径去认识更多的媒体了,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 所以呢,后来,我就顺移成章了,成为了一个媒体摄影师 就是专门拍姑娘,当初开始我是拍姑娘比较多的 当然呢,我也拍了很多很好看的姑娘,拍了很多很好看的姑娘 这边就不跟大家一一展示了 嗯,然后呢,然后啊,在拍了很多很多姑娘之后啊,在拍了很多很多姑娘之后呢 嗯,我就认识到了一点,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照相机的作用是什么? 是社交,是社交,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有点毛病,但确实是这样的啊 你看,你参加一个摄影协会,你参加一个摄影协会 你真的能够通过参加摄影协会来提高你的摄影水平呢?能提高多少? 其实,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拓宽了你的圈子 你参加了一个摄影协会,那你就认识了摄影圈的这个人 啊,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照片和照相机对你的最佳作用就是社交 就是社交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呃,目前国内的主流摄影机材啊 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主流摄影机材 哎,我把它总结为这么几类 花,鸟,山水和美人,啊,花鸟,山水和美人 啊,花鸟,山水和美人,都是一些很好看的东西,是吧 那么,要把这些东西拍好,要把这些东西拍好,我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一个美丽的场地,一个美丽的风景,啊,一个好看的地方 第二个,一个好看的姑娘,啊,一个好看的姑娘 第三点,就是一台高端的相机,啊,就是一台高端的相机 哎,这个,三个条件你具备之后呢,这些题材,啊,你就能拍得最好 当然,我们还说,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状态 啊,有一种题材呢,叫做人文纪实,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啊,人文纪实这种什么题材呢? 这个题材,它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记录,我们生活过的,啊,我们目前社会的一些现状,啊,或者说是一些,呃,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啊,或者说我们社会的一个生存状态,啊,把这个记录下来 这种题材呢,叫做人文纪实,啊,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你可能会联想到,在某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个,呃,满身背着各种各样器材的一个摄影师 步履蹒跚,走在一条山间的小路上,在翻越过几座山口之后来到一个,市外桃源一般的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它慢慢的,直起它的照相机,按下快速,记录下它面前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画面 是吧?但是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首先第一点啊,这张照片它就是成功的 它就是一张比较成功的,即时提起来的照片 好,接下来我来拖拦水啊,那么,实际上,这张照片是怎么拍成的呢? 怎么拍成的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在百度里面搜索 你会发现,在前几页里面,你会发现,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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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照片 它们都来自各种各样的摄影师,各种各样的摄影师 那么,你如果再仔细地去研究一下,你会非常惊奇地发现 为什么总是这一个旅夫,为什么总是这一艘船 甚至连网都没有换过,甚至连网都没有换过 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是湖南成州的一个景点,叫做小冬江 叫做小冬江,这是一个什么景点?它是一个摄影旅游景点 我们听名字讲,叫摄影旅游景点 那这个景点干什么呢?就是,哎,做了个摄影师 然后,包站大巴车,然后到这个景点上,到这个景点上,然后大家一起下车 接下来呢,呃,渔夫和船王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船上有队降机,这边有队降机,然后导游在那边控制队降机 然后渔夫到位了,所有人把车位调吃完机之后 导游在上面喊,撒王,然后下面的开始不停地撒王 撒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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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王 就干这一个事儿 然后,直到所有我们这团里面所有的摄影师 全都拍出自己新满历子的即时人文照片之后 然后这个团,我们就算顺利地结束了 就算摄影结束了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中国的主流摄影技师的作品 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你了解这些之后,你觉得非常没劲,是吧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都能这么玩儿了 那么,照片的仪器究竟是什么 我们拍照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那么,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 其中的推导过程呢,我就不跟他慢慢详细说了 我把我的节奏做到下 照片它首先是一种影像 首先是一种影像 影像使事件可记忆,对吧 那么,从另一角度来说 其实照片就是一种证据 一种证据,是吧 我们中国人讲,口说无凭 你说你已经见过了某某某 但是你没有给他拍照片 你就跟我说,我可能不相信你见过他 对吧 但是如果你拍张照片 把它记录下来,你今天真的见过某某某了 这个叫做眼见为实,对吧 那么,照片它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的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证据,保留下来 这其实它最根本,最本质的一个作用 那么,再看一个 又是一张妹子的照片,是吧 那么,这张照片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往大的说 往大的说,可能就是我帮这个辈子 在他最年轻的时候 最青春,最美好的时代 帮他记录下来,他一张非常美妙的一张画面 他一个非常甜美的微笑 记录下来,也许 等他年龄大了之后,他会慢慢回忆 慢慢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我从往大的说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台智能手机 然后我们手机里面会用美图秀秀,美颜相机 若干个美图软件 这些是用来干什么呢 用来自拍的,对不对 但对一个二十多岁或者说十七八岁的妹子来说 他手机里面打开他一年的自拍量 可能会达到上百张 上百张没有,五十张肯定有吧 在座的妹子上手机看看有没有五十张一年 自拍肯定有吧 那么,你给这样一个正当年的妹子 记录下一张这样的照片 对他来说,你具体的这个意义大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好好考虑什么问题的,对吧 对于他来说 你可能就是这一百张照片中的其中一张 好,就算你拍得再好 他把这张照片翻个美围圈或者作为微信头像 他能做多长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我不信他会做一辈子吧 是吧,他总会换掉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照片 下一张照片 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奶奶 是吧 我们从摄影的角度上来说 从摄影的角度上来说 两张照片的这个技术难度 其实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没有什么难以成分 但是 但是 可能猜到我想说什么呢 老奶奶没有智能手机 是吧 他没有美图秀秀 没有微信 没有朋友圈 更不会把我的照片做头像 但是当我把这张照片冲印出来之后 递到他的手里 我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那种高兴 他的那种郑重的启示 这也许就是这几年他唯一张照片 这也许是他这几年唯一张照片 这就是对他的意义 那么思考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渐渐地知道了这个照片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我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呢 我开始做了一些转变 然后开始做一些转变 就是往这方面去转 就是把我的拍摄对象来改一改 来改一改 那么后来呢 我就开始拍这一点题材 这一点题材 比如说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还有一些我们观众的社会热点问题 比如高考之类的 还有一些贫困善事现状 每天都会去一下 还有我们一些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现状 包括一些面临失传的船口手工艺 或者是这个 一些需要推动的工艺项 一些需要推动的工艺项 那么接下来我具体就是 目前在跟进的一个项目就是 这个 铝花斋大家都知道了 在座大家都知道了 大部分很多很多人知道 但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了 是吧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在 离不行街不远的一个地方 离不行街不远的地方 一个很小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做了两年了 两年了 每年每天 每天他会给老人 提供免费的素摘物餐 每天都会给老人提供免费的素摘物餐 然后 两年之间没有断过 两年之间没有断过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他们每天接待老人的素摘 可能会达到 三百四百甚至五百 就那么小的一个门面 但是他楼上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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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拍的一个女孩 那么我做了什么 我可能 并没有说我去帮他们 做点什么实际的 但是 我发这样的朋友圈 如果我刚才把妹子的照片发了 选择 人家可能会问我 爱这个妹子真好看 能不能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 会提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发这样的照片 我发现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问我 这是哪里 这是哪里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需要帮助吗 他们需要帮助吗 哎 那么我发现 如果 如果我发的照片 我 推送的这些照片里面 他们看到了 得到了这样的讯息 他们 其中只要有一个人 然后有一个人去帮助华诈 因为华诈现在非常确认手 他们因为全靠志愿者 来进行 主要的工作的 如果如果有一个人 去参与了他们的志愿者的活动 那我觉得我这张照片 就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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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几年 我拍了很多很多的 类似的一些 项目 都是 帮助一些 项目的推广 或者说 记录一些 我们生存的现状 有的人会说 哎 拍照片 越来越不美了 越来越不美了 甚至是不太好看 甚至有些残酷 有些残酷 非常直观的表现了 我们现在生活 这个社会的一个现状 现在生活的一个社会的现状 但是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些就是 我给大家留下来的证据 我作为一个拍照的人 我给大家留下来的证据 残酷呢 并不是我拍的照片 而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残酷 所以我们需要去 帮助 需要利用自己的一些技能 去帮助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 曾经网络上有一个 罗星的状态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非常的认同 认同 他说 我们每个人来到时间 注定改变这个世界 注定改变这个世界 你每天你做一件好事 你哪怕做一件好事 你就会让这个世界 变得美好一点点 你做一件坏事 你一定会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坏一点点 是吧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那么我们 并没有办法像超人一样 去拯救这个世界 但是 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每天都可以 做一点事情 去改变这个世界 也许我们的一点点改变 会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好一点点 谢谢